足足2萬分後的鮭魚卵 先讓我們隨便吃吃 金錢的味道 歡迎來到小夥伴日常 我們現在在大阪 日本住宿其實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Hotteru 一種叫旅館 而旅館通常就比較高尚一點 有溫泉一泊二十的一些 我們這第一個晚上 時間也比較充滿 所以我們選擇了折中的方案 我跟你講這邊的重點 早餐有超厲害的吃到飽 那我們先去確定 日本有規定 潘溫泉的話要 額外付300塊的雪茄 一個人一般 耶 那要脫鞋子嗎 好酷喔 這樣就可以了 這邊可以拿 培茶 綠茶 拿兩根棉花棒 嗨 玉樹園奶酸看起來非常精緻 但是其實只要用非常便宜的價格 就可以體驗到這種純正的日式風格 欸我們訂多少錢我會連碗 我記得兩千 兩千多一點 盤早餐喔 不是騙你的標題那一種 欸他沒有碰到就可以開了耶 這又是什麼 電視券 電視券 你要看什麼電視 看電視券 我現在沒有穿鞋子感覺好奇怪喔 好我們現在卡在這個玄關 這小小的 我們先來開箱這個小房間是什麼 還蠻可愛的啊 打開杯子 小鈴鐺 馬丁看起來蠻可愛的 欸 迷你小浴缸啊 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一個小小的衛浴 就撞來撞去 因為這很迷你啊 免治馬桶 免治馬桶在家裡 你很煩耶 來開箱房間了 是日式的 可愛小房間 有一個電視 欸 這個是 縫你去泡溫泉拿的 你要試躺一下床嗎 衣櫃 好窄喔 你看我的手 就照著很多 精緻 還蠻可愛的 還有一個保險箱 我們這間不是最便宜的房間 是比較好一點點 你看那個床就知道 怎麼可能 看這個床的房間 喔 我這邊可以放行李就對了 純正日式體驗 你要敷一下嗎 說話真是假的 真的 真的 嗯 好的 我有疑問 它的溫泉是真的嗎 真的溫泉 可是這邊沒有溫泉啊 它運過來嗎 大阪附近就有很多溫泉 你要知道日本的法規是非常嚴格的 溫泉就是溫泉 熱水就是熱水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它不能騙人 它是真的 對 它會有不定時 會有人來抽檢 它那樣要繳稅的日本政府 我們剛剛也繳了300塊 哦 它有成這樣天然溫泉 所以是真的 如果是人工合成的 就叫做人工溫泉 哎呀 跌倒了 它雖然是日式房間 但它還是棒的這種創作 也還蠻有特色的 不知道大家來日本 就喜歡住旅館 還是喜歡住hotel 一泊20的房型 比較適合我 hotel 不然它是旅館 如果有人住過 你還是很不錯的旅館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後面還有好幾間 很好吃的房型 很好吃的房型 對 很好吃的房型 好可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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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人家是滿好吃的 你看人家是滿好吃的 因為這個Q度還是不錯 醬油稍微行 他旁邊這邊也有飲料集 也有茶類啊 也有咖啡跟冰雪 這個人 好可愛 是免費的味道啊 免費的特別好吃 不用錢特別香 金錢的味道 我跟你講它算是免費 但它的煮起來是不馬虎 就是還是算還不錯 耶 我們現在要去泡溫泉 俗話說 今天飯店叫做天然溫泉 那一定要泡一下呢 他還有幫我們準備這個籃子 這籃子看一下 大毛巾 小毛巾 他會給你裝濕的毛巾的袋子 只要是日式旅館 都一定會附一個袋子 附這樣滿可愛的 很可愛 這個人很開心 要去泡溫泉 這個樓一出來就到了 其實我只是想吃冰 泡泉先來一張 蠻好 我要來吃這個 你可能煮一個耶 邪惡的計劃 先吃一個這個好了 那你出來就沒囉 這個人決定在泡溫泉之前先吃冰 他說他的巧克力很有誠意耶 吃一下 免費的就是好吃 特別香 嗯 照理來說 泡溫泉就是要吃冰冰 有牛奶啊 果子 果子看起來好可愛 還有小小的 真的有人喝耶 銷量不好 大家晚安 明天見 這個人很專心在看秋塞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位子有點卡 這個人很剛好 這個位子很精巧 而且我發現他旁邊那個櫃子也超小的 補抽一下他冰箱有兩瓶這個水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 在地的很特殊飲料 他看起來好像不好喝的感覺 然後你光看這個湖外 果汁機風味 要充分攪拌 充分搖搖 才能喝 你現在不要喝 你先吃你的布丁 看你的球賽啦 你 你還有沒有看到 好啦好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到早餐最期待的部分 吃到飽的早餐 我們去看看有什麼 香菇柚子 它下面都有中文耶 我看起來好開心 小火很冰 小火很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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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蔥大蔥 大蔥大蔥 重點來了 耶 這邊是海嘚豆 天啊 ヴザσ 這個人不敢吃 你會覺得冰麻糬 我看看 優格水果 水果 沙拉雞 麥片果醬這樣子可以吃的嗎 起司跟蔬菜 對 西式區 西式區 這邊啊 小朋友最愛去 耶 我的早餐弄好了 你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開心 重點就是這一碗啊 這一碗如果多吃了幾碗應該很開心 你要先吃什麼呢 大家最受吸引的應該就是這個丼飯吧 在外面海鮮丼飯便宜的也要一兩千塊 先讓我隨便吃吃 隨便吃吃 金錢味道 再看一下我的 你看 看喔 這些應該會消不龍嘴嗎 超開心 而且它甜不辣什麼都是現炸的喔 你看我裝的這個厚度 足足2萬分厚的鮭魚卵 浮誇 不用錢了 很香 有喔 我們早餐有過錢的 對 剛剛這一碗第一碗吃完 發現其實只要這一碗 這些其實都不需要 看一下我這個茶碗真的很好燙喔 裡面有一隻蝦 這樣吃完短時間你就不會被波波動又過 好煩喔 超多的 其實我已經拿了第二碗 而且我第二碗拿非常保守 我想說我要來配這旁邊的菜 可是覺得還是只想吃這個 所以重點應該只要吃這一碗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看起來還是很開心 開箱昨天沒有喝到的特殊飲料 在地local飲料 要搖一搖 麵飯欸 清乾為勁 很難喝嗎 一種菜味 菜味 有點像是很新鮮的 蝦蜜果菜汁 不不不不 蝦蜜果菜汁很明顯的有 果的感覺 這個比較明顯的菜的感覺 我就說他的包裝看起來有點不舒服 打電話 打電話問了喝這個會不會罵 為什麼 菜都掉渣 白癡喔 好啦 下集帶大家一起去看楓葉 掰掰